却儿再爆猛料 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06分 四页吴奇龙突然透过微博 公开承认她与若曦刘诗诗的恋情 吴奇龙表示她俩很珍惜这份得知不意的感情 并希望大家给予一些自由的时间与空间 随后刘诗诗也转发男友微博称 谢谢大家关心 我相信上天会给最好的安排 这次吴奇龙与刘诗诗成又一对迎评情侣 到现实情侣的明星恋人 不过要说两人的恋情其实早有端倪 今年8月媒体就曾曝光两人千里同游 亲眼相伴 已将戏中情缘延续到戏外 而11月9日周刊记者又现场之机 吴奇龙刘诗诗上海深夜相约 而秘会的地点就是刘诗诗的公寓 秘会时间更是长达8小时 但事后两人却矢口否认 每个人都会有他的想法吧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说 就是按照别人的想法去过活对不对 所以就做自己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一起做的 包括我们还不是只有戏剧 还有广告 我们所有的工作时间可能行程都是一样的 那难道做同样一件事情 你不搭同一班飞机啊 然而关于骑士链的成文 并没有因为两人的否认而平息 反倒欲传欲裂 眼睛只包不住火 今天凌晨 吴奇龙刘诗诗终于大方承认 众所皆知 两人的情缘始于当年的步步惊心 吴奇龙应出演深情宽宽的四页一角 一炮走红 在戏里和饰演若曦 爱得死去活来的刘诗诗 成为另人艳线的一对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睡过一夜好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我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安息 哪曾想这一合作不要紧 从此一发可收拾 紧接着吴奇龙女刘诗诗 又接连合作了新剧 《复不惊情》 犀利原诗 难怪会惹得曾经的合作搭档 甘亭丽与马祖十四名 不过作为戏里已经原定三声的荧幕情侣 吴奇龙与刘诗诗诗 对于彼此牵手的感觉 却向择手情愿上 如果要合作的酒的话 就是牵手都会有感觉 他牵自己的手的感觉 像老夫要牵的感觉 你知道你们两个在 牵手向牵自己的手 是 他一直觉得我手特别像男人很粗糙 没有 这算两人的打情骂俏吗 四爷和若曦无缘在戏里 而生活中吴奇龙和刘诗诗 却有缘 几位已经年后40度的刘诗诗 比刘诗诗诗大了整整17岁 不过他俩的真情 还是赢得了网友的 第一篇叫号与祝福 四爷和若曦 祝你春雨时空在一起了 这半天 最终的报道